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见到在外国 其实不讲欧美各地 包括亚洲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走 走到 是OK的 没有什么人说 从原则上反对垃圾征肺 起码没有什么人敢说 我作为一个自私的人 其实我只是见不到一些东西 我是不会理的 譬如 我家很干净就可以了 我平时出入街很干净就可以了 我真的不会理那么多 你说那些地球去穿窿 那些 喂 大佬 我就是死了 三十年好未 二十年好未 我理得那么多 甚至少后代我没那么伟大 我真的很诚实 将我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我直接不觉得有危机 OK 好了 但是似乎 这样真的很自私 于是乎 既然要做 都不妨 那究竟是否可以减垃圾呢 我们看事实就最好了 在世界各地 推行垃圾征肺成功的地方 是每一个地方 都能够大幅 可能减少到百分之三十 甚至乎百分之四十的垃圾 那如果是这样 那应该是对我们个人 整体来说是有益处的 所以在原则上 仅然是这样 我这么自私 我都不反对 那为什么去到今次 香港人会这么反对呢 有些人说经济差 现在市道不好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 这个政府 不要说现在这个政府 其实这十几二十年 香港政府 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明白 那些环保有 我先不要说利益 有些人很原则性 很觉得 地球会塌 不要这样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想 即使由真任权政府开始 其实大家 老实说 我们又有水 焚化炉 有这么多人反对 有些东西推就推了 是没有真真正正去研究过 去做好那条条例 那终于 去到上次 我就不再说了 何俊仁那些人 又说被压力 现在最反对的 就是很简单 由这个謝展樊 即是去年开始 不断去自己局长 副局长 等等出来 是没有一次能够解答到 其实市民的问题 的移民 先不要说收钱 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几十元一个月 又或者对那些食肆影响 喂 都说不到 即是我们 于是否可以 科斯呢 一定是老狼 那麽狗 乱狼 大龙 是吧 好了 再加上现在的气氛 那样 而事实上 今天呢 即是我可以和大家讲 你看这个款头 这个垃圾征费呢 再推迟 甚至乎取消 那个机会 我觉得超过六七成的了 已经去到 为什麽呢 年日来 我首先看那些 苗里落摸一下 的电话 又无论怎样有go up 的 那麽奇怪 例如那几天买部电话 那麽成的 無论怎样go up 那麽敏感 你首先看一件 是年日来 不同的 什麽绿色和平 又不知什麽 环保自主义 等等的组织呢 不断在那麽出来说 说不可以延迟啊 因为市民已经习惯了 又说 那麽怎麽他们 那麽这麽肉紧呢 也没有人说要延迟啊 谁说延迟啊 你有没有听见过 政府官员啊 那些人说要延迟啊 是有人propost出来 不如再搞清楚 这条例先啦 第二 最主要呢 謝仙華 在立法会面论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呢 他说 这个垃圾征肺试行了一个月 啊 就发现 清洁工人工作量大增 啊 食肆经营成本 亦都构成压力 老实说 一早就说了 不想要实施一个月啊 实施一个月啊 你都知道 那些清洁工人一定是会 工作量大增的啊 是吧 起码要分开些东西嘛 那你是不是要带多些 工作人员呢 嗯 啊 老实说 你去玉兰 你又退了 我现在老实说 我一见到他那麽混乱呢 他的政策啊 那些东西呢 那我认为呢 可以推辞的 麻烦你写了那条例 但是现在你们给我的感觉 这个政府呢 哇一见到不对路 又想收 又想收 而那截口就是说 对食肆经营成本 对食肆经营成本 你们不是一早知道的吗 你们收钱的嘛 你们捨的嘛 那条法例 现在才来说 老实说 已经跌倒了 那条路 即是什么 好了 唐英年 其实不关他事啊 他今天呢 在这个新闻工作者联会 两会精神分享会 哇 两会精神分享会 香港呢 我就不会用论诺的 那你们再说那些 什麽一國兩制 就真的 要加大很大力度 才說服到人 最緊要就是 究竟這個兩會精神分享 我真是想知道 究竟是 你們特區政府 或者你們有人去主動搞 還是現在真正在管治 香港我不知道 譬如中聯辦有人要你們這樣搞 我也想知道 這個 我在香港住的環境 大陸有沒有這些兩會精神分享 我就想問一下 我真是不知道 可能有人在那裡說 他就說這個不是時候 推行這個垃圾徵費 他說作為政府 應該審視社會總體的經濟環境 社會環境 你對環保教育做得夠不夠 各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真正要推行 是真的不是那麼困難的 但是你做的東西夠不夠呢 除了教育之外 教育呢 你可以用罰錢來教育施民 都不困難的 但是你想清楚 或者 譬如 你有沒有 好像是何俊賢馬渣 還是誰說 在後樓梯裝CAM 那些東西 那些就要視乎 解釋得很清楚 為何要這樣做 對我們有什麼益處 即使在日本 台灣 那麼先進 可能你覺得台灣不好先進 其實 人家都是互相監察的 甚至乎不用裝機 如果 你見到旁邊的房子 是這樣的 一次兩次的 你可以去讀灰 當然 其實我從來就不贊成讀灰 那你究竟有沒有 全盤思考過這些東西 還是想完 做過 想完 這樣了 就認為 驅了出來 去應付社會的聲音 好像你說 如果你在家裡 拿出街 丟到垃圾桶 就不行的 但是 你真的找人 捕捉著它 看看裡面是什麼垃圾 你不會知道的 政府之前說 放埋伏 不是 你埋伏得多少 還有你很難爭 例如我在街上 我買個飯盒 先不要說 是不是發布交流的紙飯盒 去吃完 一大堆吃完 我就放了 那你怎麼能分 在街上買個飯盒 還是外國外賣在那裡吃呢 都是那些盒 就是家裡然後放出來 你怎麼分 你怎麼埋伏 你的東西 你設計好東西沒有 如果不是 你現在貿然推出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市民反對呢 你根本就是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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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口死不收 喂 老實說 你只是 由Blue Close那裡看 你有沒有看 幾百個單位 入幾萬張票 你說香港幾多 按鈕的人 那些按鈕的人 就想著 成哥虧錢 你有沒有看 哇 麵包比麵粉便宜 去搶 他們又不想 他的麵包這麼便宜 那他第一期 賣三萬多元那些 怎樣 是不是第一時間 有個新價 變成二萬二元尺 雖然他再加推二萬四 我當二萬四元 二萬四元一尺 好了 大家在這麼想的時候 在日後推出來的那些 地 在附近的 地產商會肯給多少錢買呢 喂 七八千元 頂籠 為什麽 我自己加上建築成本 我肥份都兩肥 即是六七 加上利息 我買兩肥 兩肥一二 因為現在的一條數來 才看到 貨如論書剛剛好 七八千元尺地 你現在看股市 隨時會禁止所有金融風險 你暫時見不到有什麽起色的時候 政府收入就越來越少 開闢新稅 又不知怎麽算 現在政府給我們看到 是什麽呢 在等運動 Only waiting 不知道waiting for what 其實就是不知等什麽 那你在這樣的營商環境下 你估計樓價是會向上還是向下 先不要再說 未來幾年有十幾萬個公屋供應 十幾萬個公屋 公屋不是買樓的 是私家樓 連發錢商手上的貨 你每年都有三幾萬個 是吧 你不要說到五六萬個 最高有些人可能會識貨 但都沒有什麽人識貨 要說回籠 我現在cash is king 那我就不知 所以他還說搞明日大月 你一日還不正式說收回 他一日還分分鐘 有人又說要拿去什麽顧問費 是呀 動下又說三億五億 是吧 但解釋不到這麽貴 給了什麽建議出來 那又這樣說 由當日很多年前 我都不記得幾年 可能二十幾年前 那條火龍 都說九百萬 我記得 是吧 好了 唐英年說 喂 不要在這個環境下 就是擾民 最緊要是想清楚過政策 不要你這一邊 說要減索 那邊呢 你就增索 這個講得好 選錢 這個錢 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你這裏是減掃膠 那邊是減掃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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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減掃膠 那些人的減掃膠 那些人的減掃膠 那些人都說什麽 那些人這樣說 當然啊 你好像綠色和平 他們那些 無論是去找食也好 事實也好 他經常說 原來發覺他做過實驗 3月份找了45個家庭 參加7天的垃圾徵費 先行先試的公民實驗 發覺那些垃圾裡面 其實有5成是過份包裝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永恆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產品 其實你不包裝 他就賣不起價 商業來的 你一包裝的時候 他真的會出現過份包裝的 我先不要說包裝得很漂亮的東西 你很簡單 我們買手指 或者買一張SIM卡 現在呢 實際製製 通常有個卡紙 有個吸索 小小過 以前我第一次 我愚蠢蠢說是二三十年前 我去買一張不知甚麼手指 可能裡面有些 我都不記得了 Memory Stakes之類的東西 哇 288 這麼大盒 很難堅 很難堅 要是這樣 你感覺上那些二百多元 當然要這麼難堅 一打開 你可不可以去裡面那些東西 很難堅 真是比這一塊更小 接著呢 說明書 各樣各樣 你講完早幾年的電話 說你八九七七八七人的電話 都很多東西的 但是 現在就很簡約了 我懶惰 懶惰是個個環保 那我覺得呢 你這些呢 我反而 你經常說製造者要負擔責任 其實製造者的責任很簡單 他又把責任放在消費者裡 所以這個世界上呢 有很多東西你想管 而消費者是不覺得的 在那個銀買裏面 你多給那幾元 會漂亮的嘛 如果不是根本吸引不到他去消費 於是你就說 喂 我們就要推廣啊 推廣不只是這樣丟垃圾啊 或者是收錢就可以的 你真的呢 要一個很長期的 令到市民明白這件事 而這些這樣的 例如 綠色和平呢 你給我感覺呢 他們只不過是 將整個政策 或者這些推廣責任呢 就放在政府上 喂 你可以說政府的 那你們自己有做過什麼呢 你問我呢 如果 用多些時間 但是這個政府 你真的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覺得 他們有這個能力 或者有這個心機 用多些時間 在不同的地方宣傳 真的令到那一代人呢 老實講 我們有幾年前 我記得十幾二十年 有什麼男女官 什麼膠樽那些 什麼都認識了 照計 三式回收 對 三式回收 最基本的 學校有沒有教 其實是有教的 現在的學校的小孩子 是認識的 為什麼去到現在都這麼難呢 沒有任何可以講的 一定是政府的政策 那些解說 或者自己的思慮 在寫政策的時候 亂撞了大陸 撐遲啦 屌你了 或者甚至乎取消這個 再談那個 從頭來 屌你沒得搞的 不過我看你都退了 另外 唉你說這些真是 我也是不知道的 真的我不知道的 究竟是不是 現在入境處長 是不是那個什麼 那個女兒 那個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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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海關就是 入境那個 歐家輪 不知什麼 後接著 就有人接了她 郭樹蔭 收恆大 是啊 那個是接 是啊 那個不知國什麼 教如國 好了 昨天有個無國界記者 來香港 在香港機場被拘留六小時之後 接受這個搜查和審問之後 驅逐出境 哇 還要六小時才驅逐出境 毛國界記者說 喂 這一個呢 是史無前例的 標誌著香港 本來已經惡劣的新聞自由氣氛 再次惡化 香港記協也都發表聲明關注事件 出請特政府解釋 拒絕該組織成員入境的原因 那政府呢 暫時呢 我就聽不到她解釋 就是看我出街之前這段新聞 不過我都預料了她 可以這樣說 那我告訴你 香港政府 不評論個別事件 不路按規矩做事 好了 好了 毛國界記者說 他們駐台北的倡議專員 白奧蘭 昨天來香港被拒入境 她說呢 香港當局多次搜索搜查她和她的物品 最後終於用一個模糊的藉口 將她驅逐出境 她說呢 這個表明香港當局有多害怕 一個非政府做污漬的工作人員和人權捍衛者 那組織說呢 其實她的任務呢 就是來採訪 和來看黎智英案的審判 那她 毛國界記者就說呢 其實呢 這個白奧蘭呢 在去年6月和12月都有來過香港 都是為了監察這個黎智英的案件的審判的 就不知為什麼 今天就會這樣了 毛國界記者標示 香港由2023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裡面 在180個國家裡面 是排到140 那麼20年來呢 就從18位 就是180個國家裡面的 第18名 最自由的 現在 就去到140位 那麼 我們偉大祖國呢 就179位 那麼我覺得 下次2024年的排名 我不知道 不過 我就覺得呢 是外國勢力 我們這些毛國界記者 就抹黑我們 我們啤梨晚寶都還在唱所欲言 證明我們一定是不應該排140位的 這些只不過是地緣政治 叫我抹黑我們 我強烈譴責 補票先 不要說那麼多 老實說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金融城市啊 看審判也不行啊 他不來看啊 你最可笑的就是 他不來看 難道他會不知道啊 還是 如果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市民 去看完 將消息 告訴他們 那些叫 勾結外國勢領 這樣 或者 無國界記者 他們自己來看不到 好 於是乎用這些二手料 任那些人 去寫啊 你真的怕什麼呢 其實你怕什麼呢 你審訊 你審訊裡面的 在法庭裡面的情形 最後我判決 都是會知道的 都是知道的 你怕什麼呢 休息一會